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七百九十六集 哼,看样子就是因为你小子 还真把我们沙摩邦的人都当草包了 还以为我沙摩邦真好欺负 今日就让你们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沙武说完以后 手臂一挥 沙摩号上属有数十人倾巢而出 浩浩荡荡的旋力在沙摩号跟前 以沙武和镇山为首 缓缓向着硝烟等人靠近 小子,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看你往哪逃 镇山见了硝烟之后 咬牙切齿 他可不会忘记上次是如何栽在硝烟手里的 哼,怎么,上次幻境之旅还没过瘾,还要再来体验一次 不过我可没这么好说话 你要是求我的话,倒可以考虑考虑 硝烟眉目一条,目视着苟杖人士的镇山 哼,你别太嚣张,上次是我大意了 今日,我便让你知道我锤神镇山的厉害 镇山手中光芒一阵 整人高的大锤呼的一声砸在了地面之上 顿时掀起了地面大片的灰尘 朝着四周,席卷而去 什么?大声点儿 锤神?上次你就说过了 虽然我记性不太好 但你这名字我倒是记得 硝烟侧着耳朵 故意装出一副没听清的模样 惹得身后众人 也是忍俊不禁 见硝烟如此百般嘲讽 镇山顿时气得面红耳赤 鼻孔冒着两根粗气 毕竟当着沙魔帮一众 被硝烟如此嘲讽 令得他颜面尽失 只见得镇山原本阴沉的脸更加阴沉了 双眼充满愤怒 和要将对方杀死的疯狂 哼,上次是你们使诈 趁我没有防备才侥幸赢了我 今日就算你跪着求饶 我也不会给你机会了 镇山握着大锤的手掌滋滋作响 很明显感觉得到他强大的力量正在酝酿 哼,上次能揍的你向我求饶 那么这次依然能 萧衍脸上扬起了一抹自信的笑容 沙武站在镇山一旁 只是冷眼相望 除了来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之后 都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 镇山想要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重新再帮李立威 而沙武也并没有打算要出手的样子 若镇山再败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了镇山 然后再宰了这小子 希望这次你做好了死亡的觉悟 镇山的步伐稳稳踏出 而随着每一步的前进 四周的地面仿佛如同地震一般 强悍无比的仙制元气席卷而出 足以让寻常的一星斗仙 不敢靠近其周身实掌 三星斗仙果真不可小觑啊 镇山的实力消炎知晓 在实战门中 已经模拟战斗过不止一次了 所以他心里很清楚 要战胜眼前的这个家伙 有多么的不容易 砰的一声 镇山的脚步重重的一点地面 他脚下的地面 整个大片都凹陷了下去 旋即他的身形暴力而起 手中大锤一轮而上 仙制元气也是在其双臂之上涌动 不断地注入大锤之中 这只大锤 随着镇山仙制元气的注入 其重量早已超过了本身 再加上镇山巨力 这一锤下去 足以把一名一星斗仙砸成肉酱 轰的一声 大锤出现在了硝烟等人的头顶之上 夹杂着极其灵力和霸道的禁风 撕裂着空气 轰然而下 这一锤弱是杂道众人 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 要将我杀死的力量吧 硝烟话音刚落 身后的孝战眼眸一台 天罡离悬阵 早已在之前就已经就位 孝战脚步向前一踏 剑朔的肉身开始膨胀 仿佛全身的肌肉都在自我跳动 斗气汇集于孝战 硝烟立刻开始指挥 天罡离悬阵的玄妙力量 将众人的斗气 全部汇聚在了孝战的身上 孝战一声怒吼 其实力也陡然提升到了 一星斗仙出气的气息 身着黑神铠甲 一声咆哮如猛虎思笑 孝战身形迎着镇山的大锤 便是狠狠地冲了过去 赤手空拳 竟然对抗镇山的大鱼 孝战双拳如山 狠狠地与镇山的大锤 爆轰在了一起 而镇山的大锤 在孝战的双拳之下 也是猛的一致 镇山的脸色 也是露出一抹差异 不过力量的对抗 只是听了一瞬 毫无例外 孝战的整个身体 倒是而出 脚步深陷地面 拉出一条长长的沟壑 虽然孝战力量不及镇山 但他也并未受到伤害 再来 孝战虽被击退 但脸上则是露出 不服输的表情 棋逢对手的感觉 令他兴奋起来 整个身形又是抱舍而出 朝着镇山轰击而去 真是不自量力 这一锤 我便让你魂归西天 镇山眼神冰冷 手中大锤一轮 在空中绕了一个圈 借助惯性将大锤的力量发挥得更大 镇天锤 镇山大锤朝着冲过来的孝战面门狠狠地砸去 而孝战则更是狂妄 竟是不躲不闪直接迎面而上 砰的一声 孝战的身形再度倒射而出 这一次倒射的速度更快 直接砸在了地面之上 厚重的土地也被孝战砸出了一个大坑 哼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镇山见到被他一锤打入了地面的孝战 脸上便是露出了几分得意之色 目光缓缓地看向萧炎等人 然后淡淡地开口 下一个 哼哼 不着急 萧炎轻轻以笑扬了扬手 只见到尘土飞扬的坑洞之内 孝战的身影再度暴力而出 脸上虽然有些黄土灰尘 身上却无半点伤势 嗯 再来 孝战霸气开口 只是简短的两个字 落入镇山的耳中 那当真是如雷灌耳啊 自己刚刚那两锤 足以将一名一星斗仙直接锤死 而眼前这个人 就好像没事人似的 只是狼狈了些 最主要的是 他仿佛感觉到了孝战 似乎还落在其中的样子 这种强横的肉体力量 的确有些诡异啊 在后方远远注视着的沙武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差异 看着一脸兴奋的叫战 沙武的表情 也是变得古怪起来 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有点意思 接下来我要认真了 这次看你小子 还能不能接得住 流星满天垂 镇山老脸一红 一向以肉体力量为傲的他 三星斗仙 竟然无法一击斩杀 一个一星斗仙 最主要的是 对方竟然丝毫未伤 砰砰砰响声连连 镇山挥舞着手中大锤 每一锤都夹杂着恐怖霸道的力量 孝战手无寸铁 全凭肉身 去应接镇山的大锤 每一锤轰在孝战的身上 力量全部倾泻在了他的肉体之上 而这些力量 在孝战的肉体摩擦之下 正在飞速地融合 每一锤落在他的身上 孝战的肉体 便比之前要更强上一分 我今日还对付不了 一个一星斗仙的小子了 镇山几乎被孝战逼得有些发疯了 大锤飞速挥舞 孝战在空中被一顿乱锤 慢慢地他也达到了 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身体再度倒射 硝烟一个剑步 上前将他扶住 面对镇山挥舞过来的大锤 硝烟看准时机 脚尖轻轻一点 如蜻蜓点水 一股强大的力量倾泻而出 镇山的大锤被震得一退 硝烟扶住孝战 往后迅速退去 孝战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脸上则是一脸满足的笑容 三星斗仙都拿我没办法 你们看我扛不扛揍我各位 孝战大笑 还不忘调侃兄弟们 众人见孝战 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竟然还调侃他们 顿时有些无奈 不过落入远处镇山的耳中 则是羞得脸色赤嘲一片 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不过镇山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碧灵丹 时刻注意自己是否陷入幻境 小少我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孝战憨厚地笑笑 萧炎对他点点头 不得不说 孝战的抗击打能力 的确超乎了萧炎的意料 虽然身上有黑神铠甲护体 但最主要的 还是其本身肉体力量的强悍 得到了天孝虎族的阻卖之后 孝战的防御力 表现得愈发的恐怖 越揍他他越是耐揍 这等诡异的肉体力量 着实有点让人棘手 不过那都是让敌人头疼的事了 萧炎揉了揉拳脚 身形缓缓地悬浮而起 活动了一下筋骨 他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笑眯眯地看着镇山 没有丝毫的畏惧 哼 在白门当中 我与镇山对战了35次 虽然只剩一次 但这一次便足够了 萧炎心中冷笑 实战门中 他早已挑战过虚拟的镇山 通过紫辰虚灵塔 萧炎在实战门中 对抗的镇山并无差异 这就是紫辰虚灵塔 最强大之处 能够轻易地 透析任何一个人 将其百分百的虚拟而出 哼 再扛揍又如何 以你们的实力 捏死你们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了 镇山冷哼一声 孝战的表现虽然出乎他的意料 但孝战也只是吃下了 他一轮攻击而已 略微地消耗了一下镇山 但对于他本身 却并未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们一开始便没有独自战斗 萧炎文言微微一笑 显然镇山并不知晓他们的战斗方式 众人虽然表面上 看似是在观望 但实际上 通过天罡离玄阵 众人之间 形成了常人看不见的联系 斗气之间相互转换着 萧炎的气息 开始迅速攀升 现在以他为阵眼 突破到了一星斗仙 后期的萧炎 通过天罡离玄阵 玄妙的力量 将萧炎的实力 硬生生地提升到了 二星斗仙中旗 萧炎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开始兴奋起来 在实战门中 我以一星斗仙后期 都胜过镇山一次 那二星斗仙中旗的实力 赢得把握 想来会更大些 萧炎心中想着 镇山则是不太明白 他倒是时时刻刻都警惕着 生怕中了萧炎等人的幻术 今日我备了碧灵丹 你的灵魂之力也奈何不了我 所以这次你死定了 镇山声音冰冷 眼神变得凌厉且充满了杀意 看着萧炎 恨不得一锤将他烘成肉酱 别怕呀 今天我们就先让让你 让你别死得太快了 那就失去了乐趣 我们不用灵魂之力 你也不用吓成这副模样 快可怜的 萧炎轻轻一笑 面色柔和地开口嘲讽 镇山再度被萧炎气得是怒火攻心 你简直找死 镇山身形一动 大锤便是挥舞而来 以你那绵薄的力量 也想与我对抗 萧炎不急不缓 看着眼瞳中 镇山不断放大的身影 一锤砸来 萧炎微微侧身 非常极限地躲避 镇山眼眸也是露出一摩诧异 不过大锤并未再度落下 而是顺着萧炎的身影 继续追了过去 萧炎身形婉转 在空中急速翻转 也是轻易再度躲避 与此同时 萧炎的脚尖在镇山的铁锤上 轻轻一点 看似轻巧的动作 镇山整个身形 竟直接失控 轰了一声 砸向了地面 脚步深深地陷入了地面之中 才稳住了身形 哼 不管你是什么力量 在我眼中 可没什么对付不了的 萧炎冷笑 旋立着的身影 手中火焰生腾 天火横骨齿 才缓缓地凝聚而出 镇山此刻 被萧炎刚刚那股 诡异的力量 搞得有些懵圈 什么 就连后方的沙武 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镇山强大的力量 竟然在萧炎之下 而且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拥有这般力量 看我吹死你 镇山脚步猛地一踏 地面踏出了一个坑洞 身形暴力而出 铁锤高高扬起 净风霸道狂妄 三星斗县的元气 如狂风潮水一般疯狂涌动 铁锤之上 闪烁着丝丝暗芒 一锤而下 在其后方 则是凝聚出了一只 百丈之大的巨大锤影 破绽 萧炎看着挥舞着大锤的镇山 身形闪动骨齿展现 他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镇山的身后 镇山顿时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急忙要去收回大锤 但现在 已经是不可能的 萧炎天火横骨齿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镇山的背后 镇山失去重心 整个人如同一只炮弹一般 射入了地面 不过不等灰尘散去 镇山的身影夹杂着 他愤怒的嘶吼再度冲了出来 铁锤朝着空中一举 四周轰然一声 一股重力顿时充斥四周 重力之计 镇山大喝一声 四周明显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在了身上 令人速度变缓了许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